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更換衣櫃的抽屜滑軌 好我們這一次要維修更換的滑軌是這個衣櫃 那這衣櫃 主要是放小朋友的衣服 喬喬媽是跟我說這個滑軌都已經壞掉 這抽屜已經沒辦法使用 看就整個 這個Y7扭8然後它這個滑軌整個裡面的滾珠也都已經不見了壞掉了 直接呢 把這個抽屜 拆掉然後換上新的滑軌 好那我現在已經把 抽屜裡面的衣物呢先清空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它這個滑軌整個都已經分離了 它這個滾珠 也都壞掉了都分離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 把衣櫃裡面清乾淨之後呢 把這個壞掉的滑軌先全部拆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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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螺絲可以不用丟掉,這螺絲還可以用 沒有生鏽 把這個硬幅 先掉下來,這螺絲,塊 壞掉的滑軌都已經拆下來了 新的滑軌就按照原本的位置鎖回去就好了 那這個滑軌的話 一般來說五金行或是建材行就可以買得到 那我剛剛有量過這個尺寸是35公分長 平時像有一些壞掉的家具的話 我會把它的一些完好的五金鍵把它拆下來 因為它可能沒有壞 它還可以使用 那這裡我剛好就是有三組一樣尺寸的一個滑軌 這個是我之前搬家的時候舊的家具 已經不堪使用把它丟掉 然後把它的滑軌拆下來 所以我會直接裝上這個 沿用這個原本舊的一個滑軌 那一般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 你就直接去五金行或建材行 就可以買到一樣規格的滑軌 那我們現在就把要換上去的滑軌 直接鎖到我們的櫃體上面 它這種滑軌基本上沒有正版面之分 所以前面跟後面它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鎖這邊或鎖這邊都可以用 所以你鎖這邊或鎖這邊都可以用 OK 接下來的話就是把抽屜呢 先直接放在滑軌上 然後調好位置之後再鎖定 滑軌 我覺得 不是很順,因為它原本有加一個 墊片把它墊出來 需要調整 這等於它的滑軌 沒有平行的話就比較 沒有那麼順 有順多了 剛剛可能就是兩個滑軌 它沒有平行 那經由墊片讓它調整一下角度之後 整個平行 就會比較順一點 那接著繼續鎖第二個 跟第三個 是 是 去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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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有些 OK 那这样就搞定了 那自行更换抽屉的滑轨是还蛮简单的 其实你只要自备一支螺丝起子 基本上就可以操作了 常常有在DIY的话我会建议就是 买一支电动的起子 那本身它可以钻钻孔又可以锁螺丝 很方便 那你如果平常就是有在DIY家具的话 你去大卖场买回来你的 你光是用手锁 你会锁到整个手会飞掉 所以电动起子 其实是蛮轻松蛮方便的一个工具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加分享喔 掰掰